我刚刚讲 就是说我觉得刚刚讨论真的都非常精彩 不过我在一开始 这个时候里面大概就讲过 这个不同层次的问题都要混淆在一起 那个我举个例子来说 就像那个 有一次中部门事件 我稍微解释一下 就是说那个时候 荒高属 采取一个新政策 就是环境会 那个时候不让记者进去 进去扛丁 然后 然后那个 在之前荒高属的 所有的环保记者 从北京与我们的环保 就是那段时间 就是陈崇逝刚刚当上那个 环保署长之后 然后周固美是自由时报的记者 因为那个事情 所以说他后来 就做了一个 那个时候没有公民记者 但是非常公民记者的动作 就是他在荒高属会的时候 把我们推谈 然后他进去里面 然后当然就被里面的人顶出来 然后就开始 脚卡在那边 然后叫卡门事件 只要卡到那边 要高估那个新闻自由 然后后来那个荒高属就行问 到自由时报去 然后就说 你这些记者有问题 然后就把他给掉线 之后又把他掉内情 所以说导致说是没辞职 好那那次的事情出来之后呢 我记得后来就找了记协员 那个时候记协员会长 也是陈崇逝 我记得陈小怡从头到尾 通通都讲的 也就是刚刚在谈的 记者应该要有 别的方法 那别的方法啦 就是 反馈不让你听 你就还有各种各样的方法 但是我其实就讲了一个东西嘛 这个东西就是在退嘛 本来反面会议是 大家都可以听的嘛 结果现在不可以听 我还要找别的方法 找洞钻进去 那么他的 线就会越退越前面 就是对 没错我也不否认说 技巧跟方法这些东西都不都需要 可是问题是说 跟你能不能这件事情 应该要画开来 那所以说 所以我认为那个时候 我回应陈小怡就觉得说 你不能用这种东西来去打回去 其实包括说那个时候 环保署的记者联姻会 其实也没有很明确的出来 挺周固美这样子的动作 那时候记者联姻会会长 好像就是朱书卷 对啊 也没有很明确挺 朱书卷有做报答 朱书卷有做报答 那那个 我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两件事情 还是要分开 就是我不排斥说 记草这些事情 好 记草这东西做 但是 其实刚刚谈的东西 我觉得有一点点是 太过特技表演了 就是说对在座 不管是公民记者 甚至于说现在之前的 主流making记者来说 那个都 太特技了 就是太无法想 看他没有跟上 尤其是 但是现在其实记者调动速度很快 然后 然后轮动的情况 你说要在一个地方 能够花多长时间去培养这东西 其实会有些困难的 对 所以说我觉得这两个不同的问题 还是需要去复 那我另外的话 然后我想 虽然说苦劳王 自从成立以来 大概不知道跟官方 和警察 产生多少次的冲突 所以我们好像 很少很劝真的去想过这个问题 说真的 因为我举例子来说 好 苦劳王最有名的事情 就是2008年 热身采访的假记者世界 那次 虽然两个记者被抓 抓到那个 那个警备车 然后直接 送到野外去野放 我的印象很深 其实那一次是 那个我们记者在 一面拿相机 就是一面拿相机 就是一面拿相机 用灯喊口号 然后我就走到那个记者旁边 说你这样做会被抓 然后记者说OK啊 没有问题啊 我就说好 那你然后被抓 送你打电话给我 告诉你 你会放到哪里 然后你继续做报道 对啊 因此我们另外不能做报道 我到了警备车里面 我进去里面 我这样做报道 对啊 也就是说苦劳王 其实他的 就对我们来说 我们的对象并没有 锁在官方 比如说我们是劳工县记者 但是我们不是劳委会的记者 所以其实 苦劳王有过一段时间 大概几年的时间 固定跟一般的主流媒体记者 一样去劳委会 然后劳委会固定个采访什么什么 然后跟劳委会 官员也混得很熟 然后跟劳委会记者也混得很熟 就跟一般记者完全一样 后来我们发现 这么做没有意义 就是说我们又没有要写 很多很多有关劳动政策的东西 然后 然后劳委会那些新闻 就是对我们来说不是重点 我们所采访的是 公文运动 跟供应团体保持很密切的关系 跟工会保持很密切的关系 我们不需要跟官方保持很密切的关系 所以其实官方对我们 态度是怎么样 这个还OK啦 所以其实 我觉得那个技巧 当然跟你发展出来你的线有关系 所以那个东西其实是需要时间去累积 就我们的经验比较会是这样 那我会觉得说 公民记者也许可以去思考这个方向 就是说 因为其实主流媒体有一个很大的毛病 就是被认为说 我通通都跟部位是绑在一起的 比如说 环保记者 其实不是在环保线 而是在环保署的线 显得是环保署的经文 那他不是在 在处理所有环保的 那现在这个露出来的东西 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大的发展的一个空间 那我们也不需要这么心心念念 把那么多的关注焦点放在官方的身上 或者放在警察的身上 我觉得没有那必要 所以这个也是 为什么我一直觉得论论不入 跟这个论论不论不入 就是 的确 我们还曾经带人去警政署抗议 我那时候才好笑 就是我们在那个 对 因为热声也是热声 我们最大冲突是因为热声 在热声那个 那个两个记者就是被警察推网 然后后来我们就 揪了一团人跑去警政署 然后就问说到底谁可以问 谁不可以 哇警政署大阵仗 他整个会议室那通通都是 他一起主管全部排出来说 然后回答我们的问题 后来我们拒绝跟他谈 对啊 那其实都很有意思 那些问题是说 我自己一直在 我觉得那种论述 包括我刚刚讲的权力论述 你要做什么这样子的东西 其实我觉得 我是在跳来跳去的 我不想要让他变得非常的 非常的被固定下来 譬如说敦路讲说 我就是跟警察谈 这个要谈 那我听得要烦死 我觉得我很懒得处理这样子的问题 你要怎样就怎样 那问题是说 的确你什么时候选择冲撞 什么时候选择不要冲撞 什么时候选择做什么事情 那我们有的时候还要故意被警察抓 然后选择你就棒 然后我就知道你在哪里发生什么事情 对啊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每个事件 其实通通都不一样 我不想要把每一个事情 有定位里面的清楚 但是我觉得在思考上 譬如说我刚刚所强调的 几个层次的问题 我觉得是需要分清楚的 谢谢 谢谢